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阴阳乖气 翻译一下就是 你们骂啊 越骂我越红 一群人这么闲 有空去给荣祖儿打气刷热度 理直气壮的样子 配上他那张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脸 绿茶的感觉更明显了 不知道这件事的给大家说一下原委 最近陈晓云和荣祖儿都在参加《浪姐2》 虽然节目湖无人在意 但好戏还是有在上演 当时陈晓云和荣祖儿分在一组 演唱的曲目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这首歌不好唱 从头到尾都不好唱 专业歌手觉得前面难唱 情绪要非常饱满 非专业歌手觉得后面飙高音很困难 陈晓云自然也是这非专业歌手之一 当时大家听完以后自由讨论 陈晓云就跑去和张新宇说A和E简单 后面的高音太高了 言下之意建议两个人选AE的部分 自由讨论环节结束 后面音乐老师叫大家来分词 果不其然 陈晓云第一个举起了手 说想唱A 吕一脸上是难以置信 连张新宇这个非专业歌手都知道 A也并不简单 是开场第一段需要功力很稳 虽然《浪解2》我只看到了第一期 但也多多少少知道陈晓云的实力 那唱功是真不敢恭维 可她仿佛每听明白大家的话 就是觉得A简单 后面很难 人嘛 有时候在一个环境当中 对自己的认知不那么清晰 也很正常 像很多时候工作中 也有对自己能力认知出现偏差的人 当时呢 作为组长的荣祖儿就出来 准备和大家讲清楚A和G难度的不同之处 试图告诉大家应该怎么选适合自己的分段 可她的话还没讲完 就被陈晓云打断 荣祖儿一脸懵 正准备解释 陈晓云又打断 嗯 外行开始指导内行 看着指点江山的样子 专业歌手全懵了 他们都知道陈晓云以为的简单不分 不简单啊 不是音准问题 而是情绪铺垫 如果情绪铺垫很弱 后面高音突然上来 这首歌就失败了 这么解释大家都能听懂 对吧 当时他们也挨个解释给陈晓云听了 但陈晓云就像吃了八百颗我不听药丸 把别人的建议统统反弹回去 坚信只要努力练习就可以 荣祖儿很无奈 好 到这里就有一个分歧了 也挺正常 有任务就有分歧 有分歧就继续沟通 可没想到真正的高能在后面 因为想法不统一 他们请了音乐总监来开会决定分词 在开会之前 荣祖儿再次特别解释一遍 不是自己不给他们唱 而是想从整体去考虑 让演出分数更高 但陈晓云依旧脑子被猪油糊住 身上还拉了八头牛 坚持不下之时 音乐总监终于发挥了他的作用 出场主持大局 让大家现场唱一段 这个方法总归很公平合理 让人心服口服了吧 你要唱的合适就给你 你要唱的不合适就有专业人士给你分 可没想到当荣祖儿开始执行时 陈晓云又出幺蛾字 不行给我一点时间 荣祖儿这个人呢 不是一个特别会讲话的人 说话比较直 像之前上歌手 他就说和徐佳颖有一个共同点 脸大 洪涛问他上节目有什么感受 他说像打了48圈麻将 吴亦凡在向往的生活上开玩笑相亲 荣祖儿总结 女的活的 怎么说呢 就是人有点憨憨的 开玩笑比较直 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当程晓云拒绝市场时 荣祖儿就硬邦邦的说啊 现在不是否定你 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 话一说完 绿茶经就现了原形 你现在让我感受我唱不好 那我必定要改断 那意思仿佛是 荣祖儿故意逼他放弃 荣祖儿我好累 专业歌手们都懂荣祖儿 对牛弹琴的不容易 拍了拍他 另一边吕一开始劝程晓云唱 你们猜怎么着 精彩来了 程晓云突然发难 阴阴阴 委屈唧唧的发泄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一定要逼我唱这个 在这么多人面前 动途感受一下 神情激动 情绪饱满 委屈指已拉满 此时荣祖儿还没明白 她已经掉进了 谁弱谁有理 谁哭谁有奶的陷阱里 还准备认真回答 话没说完 程晓云哭得更大声 并已经开始完全不讲理 说自己真的不明白 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 就是让大家在现场唱一段 根据现场唱来合理安排分词啊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在这几个人面前都不敢唱 那舞台上 你岂不是更不敢唱 那为什么要参加节目呢 老实人荣祖儿当然没有怼她 毕竟这娱乐圈能当面怼的人 敢当面怼的人也就纳英王妃那几个 相信你们从小到大一定都有过这种经历 你越是退让 爱哭鬼就越是前进 荣祖儿再次被程晓云打断 她不仅继续哭 还责怪荣祖儿 我本来唱歌就不私信 你还让我暴露在大家面前 一口大锅可是甩得好 甩得棒 甩得呱呱叫 甩到荣祖儿身上 荣祖儿都委屈哭了 可她不会装出阴阴阴的模样 刚得很 看到事情已经发展到僵化的程度 陈晓云开始出来改口风 说就是想让荣祖儿相信自己 这不是说的屁话吗 你自己连在几个内部的人面前都不敢唱 你还要别人相信你 这就和在公司里面能力最差的人跑出来揽活 队长让他先展示展示实力 他哇的一声大哭 说你为什么要逼我献丑 哭完又假惺惺的说 我就是想让你相信我 说不行的是你 行的也是你 到底行不行 真的难为了荣祖儿 后面还耐心解释 可解释着解释着自己都委屈哭了 虽说从一件事里看一个人的处事方式和格局大小有点片面了 但的确能看出一些东西 荣祖儿从头到尾都没错 但道歉的是他 陈晓云莫名其妙甩锅 别人道歉他还一脸冷漠 有意思吧 后来啊 荣祖儿没哭了 他又哭了起来 还越哭越厉害 眼睛四处乱瞟 嗯 于是所有的人都来安慰他了 连本来哭的荣祖儿都来安慰呢 可陈晓云硬是像入了戏一样已经出不了戏 沉浸在委屈的情绪里不能自拔 这个片段无论是剪辑问题还是真实情况 要是聪明人就知道道歉或者前因后果解释清楚 可陈晓云在这件事上了热搜后 就轻飘飘地说了一句自己太抽了 然后呢甩出几张自己是C位的合照 要么就是P2P的像蛇经典的自拍 充分说明了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而不太在乎他人感受的人 也是因为这一点小事 当时微博评论翻车很厉害 原本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天 也没什么人在提起 但估计有一些网友断断续续去骂他 于是认为自己没什么错的陈晓云就阴阳怪气 反击网友 二次迷惑操作是实实在在让他的口碑掉了个底 中文字幕提供